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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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灵犀現在開始 有請《識得愛情、觀心術》 又最合拍的兩位主持人 曾華仙和田蕊妮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節目《心有靈犀》 真是不經不覺 我們節目今集已經是尾二一集了 有點感觸 真是太好了, 值得可喜可賀 恭喜 阿田 恭喜 你沒有捨不得的感覺嗎? 恭喜什麼? 怎麼會捨不得呢? 因為我記得華善姐姐曾經說過 說我們的節目 做到你找到你的另一半為止 才結束 就是說, 今天我們揹一一集 就是說你已經找到男朋友了 但是不好意思 什麼? 我還沒開始找 還沒開始找? 是呀 但是我們下一集就是最後一集了 不過不要緊, 我有自信心 因為我們香港人的精神就是 有信心不一定贏 但是沒有信心就一定輸 所以我會努力的 那真的沒得撐, 華善姐姐 信心十足 我們不如現在看看 我們以下這三對嘉賓 他們會不會在他的愛情上很有信心 李林欣和Candy 這對拍拖六年 難得有情人 Candy更為了林欣而放棄加入娛樂圈的機會 有情人, 忠誠眷屬 他們在08年結婚 現在過著又嬲又恩愛的生活 Hello 歡迎 歡迎 謝謝阿廷 謝謝林欣 林欣 拍劇就跟你做對手戲就做得多了 我猜不到你娶到我這麼漂亮的老婆 OK的 真的猜不到 以你的樣貌 別願意說話, 他老爸大有來頭 是嗎? 我們保安局的局長, 香港 是嗎? 是呀 那我不是很安全嗎? 是呀 但是你剛才說完我的話就不安全了 現在不安全了嗎? 最安全是你了, 最安全是我了 其實你們的相識過程 是有什麼心有靈犀的地方? 我追求他的時候 本來他是入娛樂圈的 當時經理人公司幫他改名 改了他叫方希堂 我為了表現我的愛意 我去問他的名字 但最慘的是他答應了我不入娛樂圈 他沒有改名字 現在我的名字不去的名字 不如這樣吧 稍後我們慢慢跟你說道理 好… 謝謝 林欣是高官的兒子 接下來這位也是高手 但是是運動的高手 熱愛運動的黃安琪 在參加藝衡者訓練的時候 男朋友阿Dae 故意在西環買錦霧茶 送去大霧山給安琪喝 這麼細心, 當然奪得Ian放心 現在他們將會在10月跑進教堂 恭喜 安琪和阿Dae 其實在這裡應該認真地感謝TB 也是, 要感謝TB 因為我本來是體育節目的 突然間有一個文化節目 只提供一個星期 剛巧就抽了他們一群新的組合 我就訪問他們了 然後就認識了 緣分 我自己一直都很欣賞會彈結他的人 然後我就說不如你跟我說結他吧 然後不知為何 好像那次之後就沒有再彈結他了 是 就要拍拖了 好, 然後安琪是運動高手 接下來我們這群嘉賓 都不能撐住 他們是高人 就是劉爾達和達嫂 劉爾達和Alice 89年在Disco認識 七年後Alice再次回來找達哥追究 達哥就認真聰明 趁機向Alice展開熱烈的追求 98年達哥成為老襯 娶得美人歸 達哥, 達嫂, 你們好 你們好, 歡迎… 你們好, 達嫂 我想問一下 平時達哥是否這麼無厘地跟你說話 不是, 他很老闆的 即是他很老闆的 是嗎? 是, 是他家裡的老闆 是他家裡的老闆, 你知道嗎? 達嫂在你眼中, 達哥當然是老闆 而且在化妝間的時候 我看到達嫂問達哥 你看我的妝容漂亮嗎? 我在鏡頭看到達哥 我說, 行了… 其實他沒有看著他 我看過那邊是甚麼? 因為他鬥雞, 所以… 他看了他 達哥的視線是… 達哥現在正在看著我的 不是 不是嗎? 他其實正在看著我的 對, 其實他正在看著你 對, 但他正在看著我 我以為他正在看著我 但其實他正在看著你的 對, 達哥, 達嫂 我們稍後再慢慢再談, 好嗎? 阿田, 我們開始玩遊戲了, 好嗎? 戀愛猜猜猜猜 開始了, 是嗎? 是, 好 來… 我們大家如何互相稱呼大家? 八婆八公 一個字的 是 先吃一口 是 為何會稱呼大家八婆八公呢? 你在不是憤怒的狀態下 稱呼八婆八公是很甜蜜 很柔軟的 那倒是 是嗎? 好 我結婚前兩晚, 在酒店裡 我和另一位兄弟 整晚在這裡做的那件事 是嗎? 打卡拉 打卡拉? 不是…你很不喜歡我 你覺得他和兄弟在酒店房間會狂打卡拉? 不是, 你也在那一刻的 我放棄 是, 狂嗎? 第一個字的 很放棄 對… 對, 沒錯 其實一個人緊張的時候放棄 就是他新郎結婚緊張, 放棄不出奇 為何你的兄弟會陪你一起放棄 我最奇怪的是這件事 我想… 會傳染嗎? 不值得我 不值得你? 就硬來 很神奇, 很神奇… 很神奇, 用一口… 有一晚, 你和寶寶洗澡 然後你和寶寶洗澡了一個… 屎樑 對 寶寶洗澡, 去廁所嗎? 不是, 是因為打算和他洗澡 他會入片 我替他解完片 立刻抱著他和他洗澡 就是沒有抹屁股? 沒有抹屁股, 對 不過話說回來, 我以前和寶寶洗澡 他洗澡一洗澡, 自己浮了兩條金 但是我告訴他, 真的 看見這些屎樑, 我很開心 所以你喜歡的人 無論他是柯球金, 你也覺得很… 香的 很棒, 很棒 看來我不夠喜歡我老公了 我不會拿他… 我不會拿我老公的屎樑來玩 你試試, 怎麼知道 你說你喜歡我的鼻, 為什麼? 身形鼻孔 身形鼻孔? 你看看 你有點鼻子 連他的鼻孔是身形, 你也看到嗎? 為什麼他會看到是身形? 我不知道 因為他喜歡你 可能是 開始了 那次在澳洲的時候 你很害怕… 你不斷放棄 但很害怕我聞到臭味 但我說沒事, 我完全沒事 因為什麼呢? 鼻沙 我發覺我們做了這麼多集 很多嘉賓上來都說 他自己控制不了, 不斷放屁 不, 很多集都是 但不是, 很難怪 其實放屁真的不容易控制 對… 但是不斷放這一下 你不明白男生的腸胃 不知為何特別差 對, 我慢慢就放了 所以我看到你很迷茫的樣子 你慢慢看, 我不斷放 不斷放 小煙 不斷放屁, 不斷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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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女人最討厭的… 最討厭… 兩個字的 最討厭男人嗎? 男人的陷害 最討厭男人 最討厭男人… 滾了嗎? 吃吧 吃吧, 去滾吧 去滾 其實你敢不敢滾嗎? 不敢 你在他太太面前問他 他當然是說不夠膽的吧? 他當然不夠膽 為甚麼?我要這樣問 我明知道他… 我看他的反應, 很堅定 在這一刻… 不如你嘗試問達哥吧 達哥, 是 夠膽去滾 夠, 以前 這個是…食物, 五個字 我連續吃了兩碟 最喜歡吃的 意粉 意粉, 對, 甚麼意粉 意粉 在明哥那裡吃的 雞絲 對, 雞絲 沒錯 你一喜歡吃的東西 就不停地吃了 吃了兩碟 你害怕嗎? 害怕了那一刻, 真是害怕了 你有甚麼勇氣 跟他繼續走下去呢? 愛情的魔力 他的眼神真的很堅定 很堅定 沒錯 這是一個植物 植物, 一個字 情人節禮物 情人節禮物 今年的情人節禮物 耳環 今年的情人節禮物 薑 好, 先吃一口 我把薑給別人 今天情人節禮物, 你送薑嗎 是, 因為他寒, 寒還是什麼 是, 有一天他回家 然後問街市情人節禮物 有一個白色的手抽膠袋 請絲禮物 一盒 打開就要一口薑 問一下, 阿琪 你當時的心情是不是很窩心呢? 我覺得你很夠薑 還夠薑的人打出來 我想我們節目要加長 起碼要兩個小時 快… 我拍拖子, 你能猜到第一潮嗎? 很快… 89年是我和你什麼關係? 89年我第一年認識的 糟糕 1989年, 大哥 不是100年, 八九年 我們不是, 我們要開始… 聽歌吧? 對… 妹妹 對… 好棒, 剛才認識的 對… 吃一口吧, 吃一口吧… 你記得有一晚我們拍拖的時候 我來你的家 你整間都是燈光燈的 你播什麼歌給我聽? 你很浪漫 你… 他剛才點到一間燈光燈 我放在你家裡 對… 然後… 你有陰謀 達哥 我看不出來你這麼浪漫 對, 我看不出來他這麼有雞毛 對, 真的很浪漫 我還記得什麼歌 你記一下吧 你那種… 爆掌唱那種 那種什麼? 要不叫Hungok Melody? 環境… 不是, 要不叫Hungok Melody給你聽嗎 三個字… 好… Hungok Melody 對 一口… 為什麼你會選這首歌呢?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她覺得我是她的幸運星星 很幸運, 看你不出 她有手段的那張 她真的有手段 我們有什麼遊戲喜歡玩的 撲碟 我們今天是新界撲碟, 是嗎? 你們會約出去撲碟嗎? 不是, 你要示範嗎? 我想知道, 我想… 你是不是要試… 真的嗎? 是的, 示範, 有一個音樂… 這簡直是…這簡直是Dex玩的 你們在家裡有很多東西玩的 很多東西玩的 對, 很多東西玩的 多開心, 除了扣碟呢? 很多, 吹喇叭 是, 就是這個 吹喇叭又怎麼吹呢? 但是要示範一下 你會說話嗎? 這樣吧 先回答 對, 先回答 老公, 我現在坐在什麼位置? 私家位 都是私家位 我是在家裡特別喜歡坐的 龍椅嗎? 你說歪了是不是? 你說歪了 龍椅, 龍椅 龍椅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我才能坐的 先去射… 好, 謝謝… 其實他的邏輯是他不想的 但是他因為太愛這個女人 是我身體裡有一隻魔鬼 他驅使我 我現在是在我們身邊的 這位Michael 上星期播出了藉著電視 說愛你 就是Michael向他太太Amy 表示感謝的片段 在這個時候和大家重溫一下吧 老婆, 在這裡我想說一聲 我會努力、生剩 賺多點奶粉錢 去養你、照顧你一生一世 老婆, 我愛你 我永遠愛你 Michael, 你覺得做了別人的父親後 跟你還沒做父親前 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責任感不同了 責任感比以前大了 現在要多養一個人 你要照顧的東西 比以前相對地多又多 現在請他太太Amy出來 跟大家見面了 你好 剛才見到Michael 在電視機前面跟你說了一番話 那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答謝你 覺得很開心 沒想過他會在電視機面前 公開跟我說謝謝 我知道Michael除了這段影片 感謝太太之外 還有東西送給太太 有, 預備了 有些東西要跟老婆說嗎?Michael 老婆, 我放心 我會很努力, 做個好老公 我會更加關心你, 更加愛你 請放心 我也會很努力, 做個好太太 還有做個好媽媽 好, 吃一口吧 吃一口吧 有幾十五元 你好, 老公 很感謝你一直以來 且這麼容忍我, 且簽就我 就算我胡亂發脾氣 你也不無故 最 je途的就是 你從來不和我吵架 弄得我很沒人 不過我知道這些 是你愛我的表演 老公, I love you 希望我們以後也可以這樣下去 記住, 到早七到八十歲 都是你洗碗 最多我幫你洗碗吧 又來到我們談情說愛這個環節 阿田, 最近我看到 英國有一份報紙說 有個英國仔, Joe 背著女朋友偷吃 結果女朋友發現了, 當然很生氣 你知道她做哪一招來哄女朋友嗎 我想都是不外乎那些 不斷說I love you 再送花, 又送戒指 又貴地, 又扭地那些 可能或者這一招你也行 但是她為了孤寶 她放下自己的尊嚴 掛著牌子, 由街示眾 有沒有穿衣服 有, 當然有, 嚇到別人 寫著, 說對女朋友不住 就說只要你回心轉意 我做什麼都行 好, 現在你們是Joe 你們如果出去偷吃 然後被女朋友發現了 就打算掛牌, 由街示眾 那你在牌子的正面和背面 你們會寫什麼說話呢 好了, 那不如嘉賓已經寫完 她的答案在板上 不如你們自己讀出來, 好嗎 神, 請你幫我帶走我心中的魔鬼 然後, 林欣 讓你偷一次 你覺得應該這樣便宜了嗎 不是, 你聽到那個羅字嗎 是 那個羅字其實是她不想的 但是她因為太愛這個女人 她真的很想和她一起 那你也偷一次吧 那你有沒有想過那個女人 想不想偷一次就當平手呢 不知道 你現在把我帶進去的男人 那我不想過那個女人 我不知道 那Candy就很純真的 即是交給神 對, 交給神 而且她覺得 這行為是一個魔鬼 其實不是我做的 是我身體裡有一隻魔鬼 他驅使我去做這個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推捨者 沒錯, 只要你帶走我這隻魔鬼 就沒事了 就帶走這個 挺好的藉口 其實不是我 好了, 那… 是, 我知道我心心傷害了你 很對不起 希望你給我一次機會再愛你 能否感動到你呢 如果真的… 應該不行 坦白說, 我覺得安琪這句話 真的挺沒誠意 都是對不起 還有再給我一次機會再愛你 做錯不能賴 總之你先認錯我 好, 阿Dae 認錯人, 不是我 不是這句話 你真無賴 你真是想做人 你也不認 看見明明, 看見面都不認 不是死也不認 應該她不是我 那有什麼分別 就是死也不認 她死也不認 對, 死也不認是她 我想問一下男士 如果對方另一半 女士, 老婆, 女朋友偷吃 你們會怎樣 我真的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大哥, 你開放一點 是否認錯 他沒辦法 她沒辦法 如果大嫂出去偷吃 真是無所謂 她大嫂出去偷吃 吉串魚蛋, 真是無所謂 好, 大嫂 我想你幸福 如果你找到另一半給我 好 就和他一起罷 原諒我傷害了你 很感動 剛才大嫂入戲了 她真的好像出去偷吃似的 然後再回來跟你… 就是這樣了 就是… 那我原諒你, 下次不要了 很大方, 大哥 大哥, 你那句你讀來聽 我沒有偷吃, 你弄錯了 就是跟大爹那句一樣 你抄襲我 不是 就是死也不承認 如果真的偷吃, 死也不承認 不是, 我沒有偷吃, 怎麼承認 請問阿姨和林欣 你們有試過偷吃的經驗嗎? 有想過嗎? 乖 發生過 有在思想上想過嗎? 思想上也沒有 她很官腔, 果然是高官的女人 她回答她的東西 我想奉勸女士們 這些這麼沒經歷的男士才危險 不是, 戴過了 這些就好事了 這些可以戴過 對, 又玩過, 又刨過 這些就是浪子回頭 達嫂這些就穩妥了 沒問題 我就是看中了她的這點 你就是喜歡她的這點 我就是看中了你的煲湯 看中了你的煲湯 因為滾得久, 只是精華 只剩下渣子 這些是媽媽教的 媽媽教的 對, 男人滾夠就不會滾 就是這樣 她那時候跟我結婚 你說了一句話 我想安定, 我玩夠了, 老婆 他說好, 我相信你 好 好 也很感謝三位嘉賓的答案 好, 又來到這一曲送給你這個時間 娃仙 是 不知道我們的節目播出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卡拉OK的生意 都好起來呢 我想也可能會 是啊, 因為有很多情侶 或者老夫老妻 可能都會很有衝動 想送一曲給旁邊的一半 就去卡拉OK不斷唱歌 是啊, 阿田 其實在愛情世界裡 我覺得有時候 用唱歌來代表言語 可能更容易表達你的感情 對 林欣好像唱一首英文歌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對 為什麼選擇這首歌呢 我覺得世界很充滿不開心 憤怒, 很多東西 這首歌很充滿 我希望可以感染一下 唱這首歌 雖然我唱得不好聽 《 Can't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 Can't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 Can't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 How is it tonight?》 林欣, 你其实唱歌真的很好听 我看你刚才像一个小粉丝一样 看着林欣 打拍子 表情很浪漫 很浪漫 Candy, 我想问你 林欣是你第几个男朋友 第一 第一个男朋友 我真的不是马后炮 刚才我看到她的举动 我真的觉得是她的初戀 你跟林欣开始开始拍拖 16岁 16岁? 是的 林欣, 你们是适合美视吗 好像是21、22岁 21、22岁, 她是16岁 是的 你也挺大胆的 林欣 大胆是什么 即是跟她 与美城 与美城 拍拖都叫大胆 现在中学生的都很正经 16岁应该可以的 对了, 我17岁 所以我刚才看到她的感觉 有我的感觉 有你的感觉 有点脸红 我看到你都红了 你冷静一下 很有情有缘 绝对是 我对她有点好感 坦白说, 她说追你, 你撿到了 好, 接下来 对了, 大胆就自己写了一首歌 是 这首歌就叫做《写真》 是 是否写给安琪的 写真的意思 其实是一些回忆 说起一些想法 那我现在, 譬如, 看回 好像是一个情侣一开始 去过不同的地方 记得是一些事情 我都觉得 其实都好像在说我们 麻烦你出去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想问一下 安琪是否很难哄她呢 是什么女孩 又不是 因为刚才我看到她 其实刚才唱歌 安琪听完, 阿Day唱歌 其实我看到安琪感动 回来, 她流了一滴眼泪 阿Day就问她 做什么事, 你哭了 明明是那滴眼泪已经出来了 她都说没有 就是… 她是那些很… 很撑到行的 譬如有什么, 譬如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会自己很困难 是, 硬自己 家里是大家姐 小时就跟妹妹住的 就算有蟑螂, 大家都害怕 我也是我去打那个 害怕, 但你是大家姐 你就要做 是 那反过来, 如果阿Day 或者是不开心 或者是有什么, 你怎么去做 她很快就没事了 她其实经常都鼓励我的 我就… 我就会少… 或者是不开心那种 但我会是… 经常会… 有时候会… 失去信心 我想问阿Day 你认识了安琪之后 在你的自信方面有没有改变 之前会… 很多时候会不相信自己 会觉得自己未必能做得到 现在就会学到她 不要理会了 想不到就做了 就是先走了 不要紧 你旁边的女人很厉害 是 有什么事在我 我来担当 是… 好, 接着之后 就是阿达哥和阿达嫂这一招 阿达哥是唱首 《我的天使》送给阿达嫂听 是… 是特意为阿达嫂而作的 绝对是 那你和你的天使一起出去唱这首 《我的天使》给我们听吧 好 好 是 这一首歌应当天 跟你又在我里 拉拉拉拉… 拉拉… 爱吃浓郁咖啡 为侧idity 买酱去买了一碜 汉泡一下 以后白夜迎〇笑 爱似长征马车 陈陪我流落在野 花开半斜 谁会丢借 我愿得借 全心倾盛 我真的觉得答过 我答嫂真是天生一对 他们两夫妻 是充满了换味的一对妻 那些开心是觉得没问题 什么都很喜爱 还有她的举动 刚才他们唱歌 在后面一直这样 是很合适的 对,很合适 而且你看今天达嫂 拿了她和达哥生活的照片 你看到他们的生活 是充满了趣味 我只可以说 你们不相信 为什么 为何达嫂 但我又知道 例如达嫂 曾经有一件事你做得出来很感动 她说有一次没有钱看医生 对 你竟然叫她按机 然后按完密码 任她自己按银码 我那段时间情绪比较低落 我经常都是这样病 我根本没有钱看医生 我又很不开心 我约她出来吃饭 我临走的时候 我跟她聊 我很不好意思 我说对不起 你可不可以帮我 我真的需要一笔钱看医生 然后她二话不说 去提款机 按几个密码 然后转头 你自己按吧 你按到你够为止 第一个反应 我会觉得这些男人很有情有义 是 我记得有一周六的下周 戏剧性 戏剧性的 周六的下周 大概两点半左右 我记得一个时间 她打给我 我听到电话里面 是一个很深的呼吸声 是 很紧张的 我听了 我可不可以追来 阿达哥这样问 是 我说放马过来 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 我对她有点好感 坦白说 她说你能收拾吧 我说行 过来 我说一会见 好,没问题就见 我想问一下 你们结婚到现在的相处 中间有没有遇到危机 又或者什么发生过 你们两个中间 也有的 譬如有一段时间 真的被人所谓出卖 就是在事业上 阿达嫂,你怎么做呢 一直在她旁边 其实我也不开心 我会很正面 她说不要紧的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没有柴烧 不要紧的 阿达哥 你娶这个老婆好 女强人 对 担任她,抬任她 好,谢谢 很谢谢 又来到《程深说话》 未曾说这个环节 我先说 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人 跟你做对手戏 你觉得最难跟他做对手戏是谁呢 应该是志伟或者周星馳 为什么呢 因为难忍笑 其实我觉得达哥也难忍的 应该 他不要 所以我觉得达嫂很厉害 天生一队 可以对着达哥 时时又这么开心 然后我想达哥 激怒你呢 他也不用怎么哄你 他只是在你面前出现 你也会笑是吧 达嫂 不是的… 我们不出声的 不出声已经是… 人家激怒我嘛 那后来我都会哄她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听一下安琪 有什么说话跟Date说 大卫 刚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自己是一个很心急的人 要很厉害 做事会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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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教识我怎么可以慢慢来 放松一点 都开心了很多 我有想过有一天 我们大家都老了 你很大的肚子 我有很多皱纹 但我都希望… 我都相信我们都会很恩爱 最后我希望 今年的十月快点来到 我可以快点嫁给你 让我们两个人生可以更加圆满 我爱你 安琪等不及了是吧 因为她… 其实她… 做音乐做了很久了 她很喜欢音乐 即使她读大学 读电脑 但她一直很喜欢音乐 在街边表演 做些歌没有人理会 她就很努力 之前经济也不容许这样做 不容许结婚是吧 是的 其实用很多钱 到今年… 便会稳定一点 我们也很想做这一件事 其实之前我问过她 喂… 何时结婚呢? 我们觉得我们很好 是可以一直以后 一起做伴侣 是 但她那时就会觉得 男生… 如果养不了家的时候 我怎么可以给你这个承诺呢? 那我就等她 等了这么久 你们拍拖了多少年? 五年 差不多 差不多五年 其实如果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时结婚 不用一定要大排研值 我觉得是两个人 或者是家人 不是,初初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可能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事业 起码要有一些… 可以… 譬如说她不工作 但是当然她做事都可以 起码可以这样 我会觉得 不用… 还在太担心 我觉得反而这样 反而结婚是可以很简单的 是 她的意思是 不一定要结婚那晚大排研值 而是 起码自己有这样的经济基础 可以养得起老婆 是,有些事 老婆,你嫁给我吧 谢谢 不如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听一听Date有什么 要跟安琪说一下 其实我们原来这么… 眨眨眼,原来一起了这么久 那我想说 很感谢你一直这么支持我 我知道我是一个 很容易被人影响的人 我知道有时候你常常鼓励我 你都会觉得… 我会觉得你不知道 会不会觉得很…很烦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很想… 未真的跟你说过 我一直都… 一直都在追求音乐 一直都要玩 很多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去… 会疏忽你 到近日开始好一点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一直以为音乐是我… 上天给我的一个贡献 但是我发现原来 你才是我上天给我的贡献 还有一件事 其实我没有… 没有正式向你求婚 那…我希望在这个机会 老婆你嫁给我 我希望在这里… 老婆你嫁给我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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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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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过 我们手会带着一粒砖石 而且我很想說這件事 我們只要兩個在一起 有她在, 我就什麼都不害怕 接下來我們要聽聽 Candy有什麼要跟楠欣說 珠珠, 其實你經常問我 為什麼會跟你結婚 你記得沙士的時候我生病了 每個人都以為我遇到我的招 而且每個人都很怕我傳染他們 但唯獨你一個人 走到我家裡, 走到我的房間照顧我 還親吻了我一口 我心裡想 你就是我要結婚的對象 其實我覺得你很厲害 你別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你又要上班, 又要讀書 你要照顧我, 又要照顧寶寶 其實是很厲害的 希望你繼續努力 你一定會成功的 我愛你 其實我剛才看完安琪 有多支持她的另一半 但其實Candy一直都很支持林欣 她會覺得林欣一定會成功的 我想問林欣 你有沒有一個包袱是家裡的背景 而令你有一些障礙 家裡沒有, 但我自己給自己 自己給自己壓力 對, 你看見爸爸這麼聰明 兒子在外面被人說自己是 以太露 我不是憎恨別人說我是以太露 我是憎恨別人說李少光的兒子是以太露 我擔心我爸爸, 我擔心我爸爸不開心 Candy, 知不知道林欣有這些壓力嗎 當然知道 所以我經常不想她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你會怎麼開解她呢 其實還是要她放鬆一點 而且沒有人推得她那麼厲害 就是想她開開心心 不如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看林欣有什麼事 跟Candy說吧 老婆, 這裡有兩件事我想謝謝你 第一件事就是謝謝你 為了我放棄了娛樂圈 我當時很自私 叫你選了我娛樂圈 你選了我, 謝謝你 第二件事就是要謝謝你 為了我和女兒 沒有去英國讀書 放棄了做一個藥劑師的機會 其實叫一個女孩子這麼小 放棄自己的目標和理想是不容易的 雖然你不懂得煮飯, 不懂洗衣 不懂做家務 但是你已經是一個很偉大的母親 很偉大的妻子, 謝謝你 而且很多人以為你嫁給我之後 一定會做一個很幸福的小奶奶 但其實不是的 但你放心吧 我答應你,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會賺更多錢 讓你做一個真正幸福的小奶奶 這個誠若很大 你有沒有想過 Candy這樣嫁給你 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女兒 你說希望可以賺到很多錢 讓她做小奶奶是… 我希望她是不用, 我可以陪女兒 因為我覺得媽媽和… 多點見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那是甚麼 其實我想告訴珠珠 我覺得現在已經很幸福 很開心 其實不用太多錢 或者不用怎樣都可以很開心 對 在這裡, 衷心祝福你們 謝謝 一家三口, 開開心心了 那個女兒很有趣 下次我來玩玩吧 好… 好… 接著我們看看達哥 有甚麼要跟達嫂談談 在這裡想跟老婆說 就是… 很感謝你這麼多年來的照顧 還有在… 我有時候知道… 譬如說在音樂事業失意的時候 你一直在…不停地鼓勵我 你也一直默默地在背後支持我 還有我也有機會 很快就會出到自己的唱片 這樣就… 這張唱片可以說是… 是…真是吐心力血做的 對, 那就… 成績…成績點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好賣而已 就… 對, 在這裡跟你說吧 就是… 香港就五十年不變 但我對你就是…永遠都不會變的 是, 達哥, 成績不要緊 最重要是好賣 我也在這裡預祝你 真的…你的節目大賣 唱片好賣 那我想知道, 達哥 是… 是否你的生命 還是只是音樂的事業呢 之前可能仍然是 是 遇到我老婆之後 我發覺愛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音樂只不過是一種工具 使用這個工具去說我自己想說的話 但有一點我想補充 就是… 這個婚姻裡面 其實我媽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她 是 我媽媽覺得她很純敏 我記得第一次我帶她回家 見過媽媽的時候 我媽媽…她那時候的反應 就是這樣吃飯的 其實因為那段時間她比較疲憂 情緒比較低落, 而且沒什麼自信 其實她覺得她好像是 補預算地跟我結婚 那時候我跟她說 我是沒有條件跟你結婚的 我一個崩也不要你出 我只簽個紙就行了 我一個男生, 要不要跟她結婚 什麼豪門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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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這些, 我只要她 但我剛才說我們家裡不結婚 我不結婚 達哥, 你不只有一位很好的老婆 做一個很好的外母 是的 真的 所以我真的… 很感恩 謝謝天上的神安排這個… 天使給你 小天使, 一個大天使 不如在這個時候 我們聽聽這個不太老的天使 跟你說些什麼, 好嗎 老公 謝謝你和我一起十二年 我最開心是看著你的性格 慢慢開始改變 因為你知道你是做音樂的 其實你鏡頭前的你和鏡頭後的 你是兩個人 有時候人們不明白 有時候他說你老公是不是很無理頭 我說其實我老公一點也不無理頭 他是一個很正經的男人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但是我很愛你的愛已經不是普通的愛 我們已經去到…很深的那種愛 所以謝謝你, 老公 謝謝你, 我愛達達 我想知道大嫂 阿達哥平時鏡頭後面的她是怎樣的 其實她很喜歡開著電視 是這麼想的 就是很喜歡看電視 很喜歡看電視 而且她的人比較少外出 因為其實音樂大部份都是在家裡進行 是 我比較外出, 喜歡外出 所以其實我發現到 我們初三年的結婚很辛苦 因為大家有很多爭論 因為我不明白她在想什麼 直到她願意讓我開始跟她拍戲的時候 我開始了解她的演藝生活 其實那個時刻我才開始明白 原來鏡頭前的你和鏡頭後的你 她是兩個男人 鏡頭前你看到她說大夫 但原來鏡頭後的其實是… 很棒 是的, 放在心裡 因為音樂人比較內斂 我發現我是時候要改變自己 要不然我沒辦法幫到她 第一件事, 當你的環境改變不了時 你就要改變自己的心 就是開始投入她的想法 但當你眼見, 譬如大嫂 為你改變…不是為她改變自己 去迎合你 或者讓大家令感情更好 你的心裡怎麼想 就是… 這個女人為自己… 全心傾斜 真是的 你剛才說, 你用自己的積蓄去出碟 我覺得在這年紀做這樣的舉動 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沒錯 希望你… 唱片大賣 謝謝…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節目到尾聲 在這裡很感謝三批的嘉賓 上來跟我們分享了你們背後的感人故事 開心的故事, 謝謝 你們各批都可以得到超過三萬元的獎金 和獎品, 謝謝你們 謝謝 好, 下星期的《心有靈犀》 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集《心有靈犀》 到期時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 再見… 謝謝 想一次過重溫更多感人場面 還有話線和阿田的情深說話 下星期 《心有靈犀》終極大團圓結局篇 精彩的內容大曬冷 敬請留意